春天是百花齐放的季节 许多人会四处赏音 或者是这几年相当流行的紫藤花 但是如果有机会来到了泰山的文城广场 可以看到难得一见的铁炮百合 洁白昂然的姿态相当的美丽 即使下着大雨也不见铁炮百合的魅力 这两周如果民众有机会来到泰山的文城广场 就能看到铁炮百合盛开 这都归功于里长从花莲带回来栽种 民国101年的时候就从花莲引进 把它栽植在这个地方 刚开始种的时候 种大概有七十几颗 后来就慢慢的繁殖 像现在去年最多可能有一千多株 铁炮百合的这个季节 就是在四月初左右 那目前刚刚开花一个礼拜 应该还有两三个礼拜的花期 这希望民众有空就到这边来欣赏 每年四月份是铁炮百合的盛开期 民众不妨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 来文城广场拍照欣赏 里长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任意的破坏 其实今年被破坏很多 在那一边被人家要开花就被折起来 所以说希望民众来这边赏花 看就好了 不要用手去把它栽 因为你栽回去 其实也没有办法开 在这边让大家共同来这边欣赏 从原本刚带回来栽种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 到现在铁炮百合不但培育的数量不断的增加 而且每到花期都开得相当的漂亮 也让辛苦照顾的里长和志工觉得欣慰 记者高清风 林景瑜 泰山采访报导